6名华裔青年8月11日企图贩运10.43公斤安非他命到韩国 出境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落网 他们星期五在危险毒品法令第39-B-1-A条文下 被控上雪邦地方法庭 如果罪名成立将会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 6名被告分别是同样19岁的林郑江和燕太像 22岁的钟真汉 25岁的杨凤秦 27岁的罗威任和41岁的马公明 6名被告是透过脸书上一个包吃包住到海外打工的广告吸引 被部法集团招纳进行贩毒勾当 结果把76小包的毒品绑在身体和鞋纸上的做法 逃不过执法人员的法眼 基于司法权限 地庭没有记录6名被告是否认罪 地庭法官哈里斯则定10月11日再度过堂 以等待控方提成化学报告 6名被告只有其中3人有聘请律师抗辩 部分被告的家属聚集在法庭外 准备在被告们送回学邦警局前 能够一睹轻疹的近况 但是这里得出因为我们的地区 我立正语应该累租了 那在我们的地区裂家里面上还要打了 我需要您的地区裂家里面上的这一次